中信兄弟投手杨志龙 记者廖耀东社 记者郭义杰台中报道 中信兄弟开季五大先发轮之扣除三羊头 多名年轻土头争取最后二席 转讯状况不错的杨志龙有机会出现 今年参与队时首度赴霉讯也给他莫大注意 在美国期间杨志龙没上场投球时 大多坐在场边仔细记录比赛 也观察到美职各层级投手很勇于对决 投内角球加上去年季后 球队每个月都安排体能检测 都让他收获满满 加盟中信后还没找出好成绩 杨志龙也说 去年其实对我是满低潮的一年 投球动作不固定 球速下降 不过体能测试时 球队有安排菜单 衔接今年春讯对我投球帮助很大 杨志龙春讯热身赛标出146-148公里球速 有机会抢下第四或第五号先发 他也说目前状况回到最佳状态的七八成 但投手教练认为他长得高 且身材好希望他放球点调高些 球丢出来的角度会更好 这也是他现阶段加强之处 杨志龙过去较少接触变速球 投手教练也希望他加强变速球 他说目前还在摸索 尽量在练习时尝试 至于有望首度开计 从一军出发 杨志龙不多想 他说不管分发到一军或二军 先将状态调到最好 照自己不调走 状况和球速也还可以更好 除了三阳投在格威 爱 敌顿来福利 五大先发令二席今天会有最后确认 杨志龙和蔡奇哲 洪成宇 王泽君人士最可能出现的人选 原本也被点名的吴卫华 总教练史奈德说 他的手指小伤无碍 千天分组赛 也投得不错 但状况仍带确认